我们看到了天国的时间是在未来,不是在今天。 耶稣教导门徒如何洗脑的时候, 他说,父啊,愿人都专您的名为圣, 愿您的国将,愿您的子命停在地上, 如同停在天上。 我看到耶稣的祷告就在想, 耶稣求什么国将的呢? 难道是在遥不止的旧者以后吗? 还是越快发生越好,至少就是在现在。 旁边从每天做的事情看来, 他好像天国的王,天天在欢迎大家进天国。 他是天国里的人, 从天国里出来, 想问你们, 带进天国里去。 这么看来, 耶稣的确实是贤因, 因为今天, 我们是可以见天国, 不应该走得好。 天皇友, 会认为您是不是想进天国? 耶稣的祷告让我们明白, 想要进天国的人, 只要尊神的名为圣, 只要尊贴神的主义, 就能进天国了。 简单地说, 我们看到耶稣做什么, 就跟着做。 耶稣说什么, 我们就接受, 也学着去说。 那么您我就能够进天国了。 比方说, 感谢观看